破除灭绝,缘破十音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丑五 缘破十音超命着忽然超越事出世间 十方缘名 破二殊胜 一者,上和十方诸佛本妙决心 与佛如来同意此理 二者,下和十方一切六道众生 与诸众生同意悲养 这个地方正式地破除灭绝 破除十音 忽然就是一刹那的时间 什么叫忽然呢? 就是菩萨在那一念纪念心中 他也是不生满足之想 在一念的寂灭心中他还是一样 念念照常理 心心息换尘 便观诸法性 无假亦无真 他在这个寂灭的相状当中 升起观照 观相愿望 观性愿真 继续地回光返照 突然间一念的相应会现前 就把这个无始无明的妄想给破坏了 而证入了众生本具 诸佛所证的现前一念心性 那么这一念心性是什么相貌呢? 超越世间 超越初世间 他超越世间有为的色受响行这四种音 生灭法 也超越了初世间不生灭的实音 菩萨的这种威系的法律 这个时候内心当中可以说是十方圆明 他能够洞察十方而现出了大圆境制 把第八识转成了大圆境制 我们在前面常说要观察不生灭心 其实这个不生灭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这个地方很清楚 它是远离生灭 也远离不生灭 大乘佛法讲不生灭心的意思不是不生灭 你要解释做不生灭那就完了 那这个东西是一个死板的东西 它就不是真空妙有了 你看 它是超越世间的生灭香 也超越初世间的不生灭香 所以我们讲般若心经 使诸法空香 不生不灭 不够不静 不增不减 这个不生不灭不是一句话 你要把它解释成一句话 那就错认消息了 它的意思是两句话 不生也不灭 凡夫执着生 我们喜欢东西是生出来 有的东西吗 我们看到东西生出来很高兴 消失我们觉得很痛苦 所以我们喜欢生 二圣人看到生很讨厌 他喜欢灭 他觉得生都是痛苦的 有违像都是痛苦的 二圣人好乐灭 喜欢那个寄灭香 菩萨是远离生相 远离灭香 所以不生不灭是做两句话解释的 不生不灭就是刚好跟这段经文相同 超越世间 也超越初世间 而产生一种洞察十方的大圆静置现前 这个大圆静置有什么样的殊胜功德呢 这个地方讲出两种功德 菩萨一念的大圆静置的心中 第一个 他上相应于十方诸佛的本妙决心 十方诸佛所证的如来藏妙真如性 与十方诸佛的体性是相同的 而产生一种大词之力来与众生安乐 这个地方与佛如来 与佛偶益大师的解释是这样 他说我们一念心具足十法界的本性 有佛的本性 有菩萨种性 有各式各样的种性 有十法界的种性 十方圆明的这个菩萨 他那一念心在这十法界当中 已经证得了等同佛界的体性 这十法界的佛性被他证得了 所以他依止佛性产生了大词的语乐之力 其次 下和十方一切六道众生 与诸众生同意悲养 他那一念大圆静置的心 也相应于一切六道众生 因为六道众生也本具如来藏妙真如性 只是被一切虚妄的相撞所遮盖 所以与诸众生同意悲养 与诸众生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菩萨同时证得十法界的佛性 也证得十法界当中那个九界的众生之性 前面 他依止佛的这个觉性去产生大词力 这个地方他依止他所证的九法界的众生之性 而产生大悲的拔骨的力量 他依止佛性产生余乐的功德 依止众生性而产生拔骨的力量 所以他整个十法界的体性全部证得 完全没有障碍 我们凡夫是这样 在十法界的体性中 我们凡夫的活动范围大概就是在六凡法界 你看有时候你升到天上去 天的体性现前 有时候变人 人的体性现前 有时候变成一只蚂蚁 畜生的体性现前 在本剧的十法界当中 我们的活动范围大概都在六凡法界 而身为一个十方圆明的菩萨 他的心却能够自在地在十法界里面活动 他可以医治佛这一部分的法界 给众生无量无边的功德 他也可以医治众生九法界的体性 来拔众生的痛苦 这是无缘大词 同体大悲 这个地方的阶位 古德对这一段的叛教是圆交的出注 别交的出地 偶艺大师解释说 到这个十方圆明的菩萨 到这个地方为止 这个菩萨六根互用 内外明彻 如镜琉璃 内涵宝月 他六根相互作用 这个心好像一个清净光明的琉璃 里面放出一个慈悲的月亮的光明 一念清净心当中 具足了大慈大悲的妙用 这个地方是讲到 破除了六节以后 他的一念心有两种功德 上其诸佛 也下应于十方六道的众生 这个地方等于是把整个尔根圆通的修行 所谓的一教修正 说完了